一口大大的叹气 显示了自己最无奈的心情 身为北市前独发局长 看着大巨蛋突袭式复工 林周明除了不解 更多的是一肚子怒火 准备了齐全资料 杠上前老板柯文哲 单看图 我就看得脊椎发凉 还是放水 可恶 是首开台湾恶力 本身就是建筑专业出身 林周明点出大巨蛋最大问题 癥结包括观众席楼地板 面必须达路面下7公尺内 跟97条安全梯规定 大巨蛋都没符合 怎么如今却能复工 甚至走先发建筑再改善 林周明换个说法巧妙比喻 就好像在你的毕业证书 先发给你 但是知道你必修科目不及格 回来补修 补修过了就好了 问题是他没有拿到实用指导 他什么事都没有用 被重炮进攻 柯文哲用神罗级回籍 林周明也没再客气 痛批科市长说 核发建筑有问题会负责 是不负责任的情绪语言 大巨蛋不会是柯市府的核市 反对人要提对策 柯市长你是不是记忆力衰退 2016年开始 清楚的对远雄说解决的方法 撞得太烂或是感染没办法控制 也是要截肢 你说不要截肢 不要截肢可以 不然你要说要怎么治疗 大家都认为匪夷所思 那是放水中的放水 像当初柯市长强硬不退让 怎么底线一戏间都不见了 面对180度的转变 前官员们只能隔空奋力喊话呛瞎 希望柯文哲听得到 记者黄明君 从越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